字幕提供 雖然目前線上遊戲的市場還是3D遊戲當道 不過橫向闖關類型的作品依然有不少玩家的支持 這款充滿濃濃中國味的斬魂 就要以更強烈的打擊感和更震撼的視覺效果 加入這場戰集囉 以隨末躺出為背景的斬魂 在遊戲畫面上採用了多層次畫面渲染 不管是人物細節 場景光暈還是技能華麗度 都讓人印象深刻 在這一次封閉測試中 一共開放了3種角色 升上20級之後 還各有3種二短分支可以選擇 像5級是以中遠程攻擊為主 擅長使用奴弓以及飛刀 刀客則是揮舞大刀與眾多敵人短兵相間 而影子就是以長槍長棍來進行大範圍的掃蕩 未來官方 預計開放6大角色和18種轉職 加深遊戲的耐玩度 至於斬魂的操作方式也非常特別 除了利用 WSAD 鍵來控制角色移動之外 我們還要用右手來按JKL 鍵來施展技能 欸 玩起來真的有那麼一點在玩接技的感覺呢 除此之外 斬魂還提供了7大新玩法 像是以塔房模式來進行的特殊副本 壓標 截標任務和PVP幫戰等等 希望玩家能夠從以往熟悉的玩法中 變化出新的樂趣喔 治療City